好 继续focus市场上对于高科技产业的应用面 现在全球市场持续对于苹果第一只AI手机寄予厚望 助攻了苹果的市值逼近3.5兆美元 再度超越微软又重回到市值第一的宝座 AI晶片持续抢手 包括特斯拉也大买回答晶片 试图冲刺业绩 坐稳美股科技七雄的地位 至于德国现在有全球最大的单车展登场 今年为止卖到最好的车款 也跟科技密切相关 全球最大的单车展EUROBIKE 在德国法兰克福登场 约1900间厂商展示最新两轮产品 从运动型 竞赛型到登山型 各种用途应有尽有 有些甚至还无法跟单车联想在一起 在这当中 又以电单车和载货单车成为今年人气看涨的车款 根据德国自行车行业协会 今年前四个月 德国购买出了约80万台电单车 几乎等于去年同期的销量 反观传统的单车销量比去年少了20% 创新加上功能性 让业者看好未来成长潜力 只是最新一季销售 在坏天气和高库存量的影响下 并没有那么顺利 这么认为的还有美国电动车大厂 全美汽车协会AAA公布最新调查 发现只有约18%的美国成人表示 非常有意愿或者有意愿 下一台车改买电动车 AAA之所以惊讶 是明明坐电动车的车商更多 消费者的选择也更多 调查发现 最让消费者下不了手的几个因素 包括购车价格高 维修电池成本昂贵 再加上充电设施不足导致的不便 又或者住处没有安装充电桩的条件 当中以消费者最关心的价格来说 在美国买一台电动车 少则不到三万美元 贵则要价十万美元以上 但分析师也不忘提醒 目前在美国 假如是入手全新的电动车 或插电式混动车 最高能获得七千五百美元的税收减免 至于二手则有四千美元的额度 期盼买器早日回温 也是电动车大厂想见到了事 例如特斯拉 这间电动车大厂过去一个月的股价走势一路回升 累计涨幅超过百分之四十 几乎已经收复今年的师徒 更有望归对科技七雄的行列 微冲刺财报数字 特斯拉也积极实行AI策略 大买AI霸主挥达的晶片 并计划要在今年年底之前 将八万五千个挥达GPU配置完成 以打造全球最强AI基础设施 AI晶片持续抢手 让周一的华尔街 在挥达英特尔超微等一票晶片肋股的带动下 标普500连续第五个交易日收在记录新高 纳斯达克则是连四个交易日收在记录高点 另一个大工程则是苹果 苹果股价在连涨五个交易日后 市值逼近3.5兆美元 再度超越微软夺回市值一哥的宝座 与此同时 苹果砸重金打造的混合实镜头套Vision Pro 也正式在中国大陆市场开卖 售价2999人民币起 和台币13万一千多元 根据中国电子资讯产业发展研究员的报告 去年第二季中国AR演进的出货量在全球占比超过70% TV有些中国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91986万一千多元 透视频就像这里 提到老 brauch radiation 将最后大陆市场庭 传算机的通知渐